中央气象署表示 这个星期主要是受两波东北季风的影响 民众会有明显的感受 从星期一开始 东北季风来到了最强 各地早晚天气都明显的较凉 而到了星期五则是转为干冷 日夜温差明显 预计周末天气会稳定回温 民众外出的时候 还是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中央气象署表示 本周主要受两波东北季风影响 13、14日迎来第一波东北季风 13日周一这天东北季风强度来到最强 预计周三15日温度才会稍微回温 不过到了周四又将迎来第二波东北季风 封面夹带水气 出门要穿着保暖被雨具 13、14、15的时候 然后16开始东北风下 在傍晚的时候晚上的时候会再下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17号的时候 温度可能是最低的一天 所以我们目前看起来 天气都是比较 这波水气不是很多 所以看起来 其实就在15号的时候 天气可能就比较不好 其他大概都是阴或是晴时多云 然后到后面那一波 其实看起来蛮干的 我们可以看到17、18、19天气都还不错 但是可能会在天气好的时候 没有云的时候 可能早晚清晨的时候 就可能有一些辐射冷却 所以在重谷的地方 可能一些比较像受风礼玉坛那边 或是某些天气没有 晴朗没有办法去遮挡 我们的长坡辐射的地方 可能就会有一些比较长的 一个长坡辐射的冷却效应 所以温度会比较低一点点 所以这一周的天气看起来 天气不算太糟 但是温度可能会比较低一点点 周五周六人受东北几风辐射冷却影响 周五转干凉 日夜温差大 清晨地温预计来到15、16度 预计将四多云到晴的干冷天气 花冬有凌清降雨几率 要到周日东北几风减弱 才会明显的气温回升 提及民众天气变化大 穿着注意保暖 记者讲方言华女士报导